25.中國新聞社 為省行李超寵費蘇格蘭樂隊成員穿12件上衣登基 2015年7月12日國際新聞中新網7月12日電搭成廉價航空時航李超寵枕摩板 據外媒報導 近日 蘇格蘭某樂隊成員出行時 就遇到了這個困擾 他因不想支付45英鎊額外行李費 竟將12件衣服和五條褲子全部穿上身 結果登基後兩次熱魂 到達目的地後立刻被送往醫院急救 所行並無大礙 報導稱 該樂隊一憑人於近日乘搭英國連航空客機 由倫敦斯坦斯特德機場飛回格拉斯哥 再辦理登基手續時 樂隊中19歲的麥克爾·艾爾的兩件手提行李超出規定重量 航空公司員工要求他將行李合意為一 或加付45英鎊超寵費 或者當場放棄一件行李 麥克爾·艾爾隨後決定將超寵行李內的衣物全部穿上 包括六件齒衣 四件短襯衣 兩件外套 三條牛仔褲 兩條運動褲以及二頂帽子 麥克爾·艾爾原本打算登基後就脫下這些衣物 但機組人員告知他要等起飛後才可以這麼做 此時 麥克爾·艾爾趕到非常患烈 他憶述當時無法如常呼吸 以為自己心臟病發作療 機組人員雖然立刻將他兒置後排空位 但他兒因體穩性高 開始糾吐 並昏倒在地 幸好同機乘客中有一名醫生 照顧其治下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